德國的 GameStop 科隆電玩展剛剛才落幕 各大遊戲公司也公布了不少新情報喔 日火重生的 THQ Nordic 這次在 GameStop 又展出了什麼樣的強作呢 趕快一起來看看吧 日前的 GameStop 科隆電玩展 遊戲發行公司 THQ Nordic 公開了暗黑血統創世紀的最新宣傳影片 玩家可以看到帥氣的本作主角 天啟四騎士之中的爭鬥 使用拿手的武器攻擊敵人 還有之前就已經公開的 《淚暗黑破壞神》的視角與遊戲方式 其實本作在之前 E3 就已經公布了不少資訊 而這次 GameStop 除了由遊戲重量級媒體對它介紹之外 還有一段多人模式的合作遊玩影片 看來遊戲應該快開發完成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遊戲還會推出點唱包 除了有22公分高的人物模型之外 美術設定集 原生帶 貼紙 也是必拿的點長物品 而且這次遊戲發行的平台很多 就連 Google 的遊戲平台 Stadia 都有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多多關注喔 跟我一起扮演天啟四騎士 幹掉那些擋路的人吧